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哲学位于哲学史上的一个时期 大致在公元前六世纪初 西方哲学在埃奥尼亚地区的出现 和公元前149年罗马人入侵马其顿之间 埃奥尼亚是古希腊时代 安纳托利亚中西部海岸的名称 它也包括临近的岛屿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 今天大陆部分属于土耳其 而岛屿部分则属于希腊 马其顿王国又称马其顿帝国 是现代希腊北部古典和希腊化时期的一个希腊国家 这个王国在公元前五世纪得到巩固 并在公元前四世纪菲利普二世时期 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权力崛起 它使马其顿成为希腊的主导力量 它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三世 征服了大部分的已知世界 开启了希腊历史的希腊化时期 它有时也被称为古典哲学或古代哲学 尽管在使用古典一词时 也可以包括罗马哲学 希腊文化在巴尔干半岛 爱琴海岛屿和今天土耳其的 安纳托利亚半岛沿海地区传播 然而 从历史角度来看 可以将希腊文明的起源 追溯到克里特和麦西尼文化 克里特文明 也被称为米诺斯文明 被认为是古希腊的文化祖先 在公元前3000年 至公元前1100年的青铜时代 它位于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上 在其全盛时期 克里特文明以其商业和海军力量而文明 麦西尼文明发展于青铜时代晚期 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 至公元前1050年之间 它代表了希腊大陆的第一个先进文明 拥有宫殿国家 城市组织 艺术作品和文字系统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 阿凯亚人一个源自印欧语系的希腊人 闯入希腊大陆 在波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角定居 阿凯亚人是河马的奥德塞和伊利亚特中 用来指代希腊人整体的集体名称之一 在历史时期 阿凯亚人是阿凯亚的居民 这个地区的城邦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阿凯亚联盟的联盟 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非常有影响力 公元前1200年左右 他们开始主宰克里特人 另一个源自希腊的民族是多里安人 他们因其语言 社会和历史传统而与众不同 传统的说法是 他们的发源地在古希腊的北部地区 在未知的情况下 他们从那里来到波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地区 来到爱琴海南部的某些岛屿和小亚西亚南部海岸 在一段时间内 他们的入侵被认为是破坏了麦西尼国家的稳定 摧毁了他们的文化形式 并以入侵者的文化形式取而代之 需要注意的是 他们使用了铁制武器 占领了希腊并打败了麦西尼人 斯巴达和科林斯成为多里安的主要城市 随着多里安人的出现 开始了一段被称为黑暗时代或黑暗年代的文化衰退期 多里安征服后 整个希腊的生活降到了非常原始的水平 并持续了几百年 然而 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 也就是所谓的太古时期 希腊发展并完成了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伟大复兴 这种恢复是通过组织城邦 Polis和在小亚西亚和黑海沿岸 西西里岛 意大利南部 法国南部和西班牙里凡特地区建立殖民地而实现的 在这个意义上 必须强调精英阶层的利益与希腊宗教体系之间的同步性的影响 及土地的占有和继承权落在长子男性身上 目的是为了避免财产的分割 从而维持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权力 这解释了德尔菲神域所发挥的作用 他通过女祭司对命运的解读 鼓励了导致希腊殖民扩张的移民 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爆炸 新财富的产生和新商业精英的崛起 新的殖民地在政治上成为独立于大都市的政体 也被称为母政体 但在宗教、经济和文化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 是希腊半岛上伟大的独立城邦的全盛时期 其中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最为突出 斯巴达位于古希腊波罗奔尼撒半岛的欧罗塔斯河畔 在泰格托山和帕农山之间 斯巴达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城邦 因为它没有城墙和未成 也不能从民族的角度来理解 及一个部落的意义 因为它的领土被五个不同的部落占据 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这段时期的初期 希腊人团结起来 在所谓的麦地纳战争中 打败了波斯人的强大所带来的危险 医疗战争 又称麦地纳战争 是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49年 波斯帝国与希腊城邦之间的一系列冲突 由三次战争组成 公元前449年 双方签署了一项名为卡利亚斯和平的和平条约 双方同意不再互相攻击 波斯帝国必须承认希腊城邦的胜利 胜利后 雅典成为德尔菲联盟中的霸主 该联盟是为抵御波斯人而成立的 在国内政治方面 雅典人巩固了被称为民主的政治制度 及人民的政府 在对外政策方面 他们成为希腊的伟大政治和军事力量 这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敌人 这一时期被称为雅典的黄金时代 或伯里克利的世纪 这是以将雅典带入最辉煌时期的统治者为名 在这个简短的历史概述之后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希腊哲学可以分为三个次时期 前苏格拉底哲学 从米利都的泰勒斯到苏格拉底和鬼变家 古典希腊哲学 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最伟大的代表 以及后亚里士多德或希腊化时期 前苏格拉底 哲学的特点是对如何理解世界和人的地位 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建议 对传统的神话式的世界概念提出质疑 这些早期思想家的思想通过零散的著作 和后来的思想家的报告流传到我们这里 随着公元前四世纪中期鬼变家的出现 人成为哲学思考的焦点 鬼变家特别关注伦理和政治问题 如规范和价值是自然赋予的 还是由人建立的问题 同时 雅典的苏格拉底发展并应用了Mayutics 这是一种与他人对话的方法 他通过一系列的问题 引导他们揭示出他们立场中固有的矛盾 他表现出的思想独立和不符合环境的行为 再加上对当时的宗教仪式制度的质疑 导致他被当局以对神灵不敬和腐蚀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 由于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他的形象是由他的弟子柏拉图决定的 他以对话形式发表的作品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一个焦点 在形式为什么是X的苏格拉底问题的基础上 其中X被理解为任何东西 例如什么是美德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善 柏拉图创造了定义学说的雏形 他也是形式理论的作者 该理论是表现具有两个部分的现实的基础 用我们的感官可以感知的物体平面 与智力只能通过抽象来获得的形式平面相对立 只有对这些形式的了解 才能使我们对现实的整体性有更深的理解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反对形式理论 认为他是世界和现实的不必要的重复 形式和物质之间的区别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他的学校开始将所有的现实 包括自然和社会归入各个知识领域 对他们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排序 此外 亚里士多德还创造了古典逻辑的对偶论和科学哲学 借此他建立了一些基本的哲学假设 这些假设直到现代都是决定性的 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过渡时期 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和政体衰落之后 希腊国王之间为继承亚历山大大地而进行的战争 使生活充满问题和不安全感 雅典出现了两个哲学流派 他们与柏拉图学院和亚里士多德学院明显对立 将个人救赎至于其关注的中心 希腊文化的扩展 特别是在希腊化时期 它被罗马帝国吸收 随后与基督教的关系 以及在13世纪 由于阿维罗伊等翻译家的努力而最终恢复 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 对这批思想家的兴趣都促进了对希腊哲学的持续研究 这成为西方文化的支柱之一 为了给你一个更大的视角 让你进入希腊哲学的世界 以下视频将带领你具体而深刻地了解不同时期 和构成希腊哲学的每一位作者 从前苏格拉底哲学 古典希腊哲学 到希腊化哲学的高潮 下一个视频 在古希腊哲学和前哲学思想的框架内 将讨论人类的起源 神话和奥林匹斯山 更多关于历史 神话和哲学的视频 请访问视频描述中我的频道